在政府重视更积极推动原住民土地转型政议下 各乡镇公所也积极地推动办理原宝地的申请划编作业 光复乡公所27号的上午特别举办了原宝地颁状作业 这一次一共颁发了59笔大约100公顷左右的原宝地面积 其中原宝地他向权力输换状所面临的问题 立委郑天才也高度的关注表示会权力的寻求解决之道 从立委郑天才、现议员蔡依靖、赖国祥 相代表郑万正、吴依珍到祥长林金水乃至于图审委员 每个人轮流颁赠59笔的原住民保留第一权状给部落族人 顺办多年终于能够拥有祖先开坑的土地 班状过程中各个满心欢喜与感谢 今天是我们方向第二次的班状 我们总共累积发出的比数有119笔 我们的乡亲很高兴 总共有分到100公顷的一个土地很高兴 然后我们大家每个交代他不要随便把土地卖掉 因为这是大家很关心、很重要、很努力、很用心得了成果 所以想相信很高兴 我们这部分的工作 我们的工手、圆明克、圆形员克也一直在努力做 希望尽快把土地潜传放到圆域的手上 除了圆宝地的受理申办 圆明克在积极推办 他向权力证书换证作业中 所面临包括土地围马路或者公共设施预定定等问题 也使得换证作业卡关 族人权益受损 立委郑天才高度关注表示 将权力协助寻求解决之刀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看状况的 一样要把所有钱状给乡亲 等政府要正式做公共设施 譬如说要盖学校 或是要做儿童公园 或是要做托儿手 那政府要征收 所以所有钱状还是要先给 所以要看不同的状况 有土私有财 无田不成父 在政府重视也积极推动 原住民土地转型正义之下 民国100年正式将原住民增化编作业 变成常态新业务 各乡镇公所也积极推办 让部落族人能够拥有 自己祖先所留下来的土地 光复乡公所这一次除了颁发 59笔将近100公顷的保留地 另外在取消他向权力证书5年限制后 完成换证的累计比数 也有将近46笔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